新北中和社區又增加六例確診 主要是公寓的住戶的非同住家人 跟洗腎診所的接觸者 還有同補習班 另外有一名學校資優班的老師 也因為足跡相關 再加上他自己的症狀 他快篩陽性 目前學校是匡列了720人 來安排採檢 但是其中間中和公寓 確診相關的有7個人 指揮中心這一次很罕見 來 我們來看這邊 很奇怪 為什麼這一次把大家的住的地方 這麼清楚的公布 幾項 幾弄 幾號 連幾樓 確診者的地址都被揭露了 有必要嗎 這樣一揭露不是大家都知道 誰住在哪裡 你這樣不會造成人家的困擾嗎 一定會嘛 你的鄰居 他們的鄰居不會緊張嗎 旁邊做生意的店家不會緊張嗎 PTT的網友發文 覺得CDC這一次的做法 之前不是什麼音樂名什麼的隱私 什麼不公開 都不公開嗎 那為什麼這一次 要把大家通通都曝光 指揮中心說 這樣比較容易知道關係 但問題是 先前不是都說 疫調只要透明就好嗎 為什麼要公布出來呢 新北中和公寓群聚 不僅同動一半戶數都染疫 還擴大到非同住親友 足跡相關接觸者也中招 其中遠駕到台東的確診個案 也和這起群聚密切相關 案23264出爐牧場女員工 最早11號就發病 12號曾搭火車北上回中和娘家 懷疑因此釀成了中和公寓群聚 14人染疫 而她的小孩也被傳染 下午就會公布暗號 台東兩所國小孩 因此停課到4月8號 大家都會串門子 共同會去的地方 像7-11 傳播力非常強 不知不覺一直在傳染 到新北市來了 傳了不曉得第幾波了 最後這一波才被發現到 醫師沈正南認為 疫情到處小開花 新北的不明感染源案例 周遭接觸者陽性數目不多 代表社區傳播並不久 即使是中和社區群聚 也局限於鄰近住戶 不過染疫已經夠倒霉 地址還要在指揮中心 記者會上被公布 陳時中說是比照 防疫旅館群聚爆防號 但過去才說 不要污名化萬華 如今大陣仗設篩檢站 爆確診住戶地址 住中和的大概沒有人不知道 就怕住這棟樓的人 全都被污名化 不管他是錯或是正確 不能公布就不應該要公布 造成居民的恐慌 讓這個住在附近人被貼標籤 大陣仗的讓當地的民眾 受到影響 千萬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覺得陳時中部長 不能著視驚非 網友看了大喊 個子法辦下去了啦 也有人狂酸 顏色正確 就沒有個子法問題 公寓群聚如滾雪球般 越滾越大 不論地址是否被爆出來 早就讓當地居民 人心惶惶 既然牛腸林沛傑 新北採訪報導 好 在宜蘭某國小傳出外聘的體能老師確診 結果導致綠帛今天羞遠一天 小學生排排站好在廣場內等待篩檢 另一邊工作人員穿著全套防護衣 立立外外仔細進行清銷 因為宜蘭這所國小也爆出有外聘老師確診 一塊二就是跟著小朋友去綠色博覽會 宜蘭新增的這名確診個案是一名外聘體能老師 在國小就職 和羅東國中確診舞蹈老師一樣 來自桃園某個舞團 27號曾到台北和有人吃飯 29號帶著一年級學生 到宜蘭綠色博覽會校外教學 校方30號晚間 貨報立刻展開大清銷 緊急通知全校570名師生競效篩檢 31號預防性停課一天 綠色博覽會也緊急休園一天 突然接到通知 讓許多員工措手不及 狂連100多名人員 通通都得到園區進行全面篩檢 目前結果還在檢驗當中 剩下兩天就放廉價又四天了 工作怎麼辦 能不能直接回去職場 昨天晚上八點到九點 我們之間左右接到衛生局通知 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要在今天進到園區來進行篩檢 國內疫情多點爆發 民眾人心惶惶 就怕疫情會燒到家門前 記得林醫生 謝帥 宜蘭 採訪報導 Omicron很厲害 又有變異株 現在累計確診也多 醫師江冠宇認為 台灣像溫室的花朵 什麼病毒來襲 都會大規模傳播 樹林科技廠 日前爆發員工大群聚 基因定制結果出爐 感染的就是BA.2.3 另外三重女保險業務員 定序是BA.2 國內累計 Omicron定序總共二十三條 其中有十一條都是BA.2 BA.2取代BA.1 是大勢所趨 將來定序看到以BA.2為主 是令人意外的 國內BA.2病毒 可能成為主流 而美國針對Omicron變異株研究 接種三劑BNT一個月後 針對BA.1BA.2和BA.3的中和抗體水平 比對原始株的中和抗體水平 BA.3降低最多 看到到底會不會逃脫 抗原快篩的檢測 南非的變異株很像 它可以把疫苗保護力打折 打到很低 醫師江冠宇認為 別國是BA.1和BA.2的天下 是鴻海 BA.3要繳獲有點難 但台灣是溫室中的花朵 都是所有變異株的藍海 BA.3需要高度注意 台灣的話 它不像說因為被BA.1 BA.2所佔據 像是溫室的花朵 像是一個衛生紙 點個墨上去 其實不管是什麼顏色 都可能很快就散開 BA.3會不會更強 那你要看疫情的演變 目前認為他們造成重症的距離 沒有差太多 也有專家認為 BA.3變異株在國外 尚未有大規模感染 毒性 傳播力和相關數據 仍帶更多研究判讀 民眾不用太過緊張 記者謝鴻汝 曹商人 台北採訪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注一下 到處街上又在大消毒了 因為新竹的疫情又升溫 至少有兩位相關的確診者 五歲男童 還有27號跟銀行桂園 在燒肉店用餐染疫 那另外一位是護理師 他去台中參加喜宴 被匡列確診 還有在關西當兵的軍人 也確診了 新竹繼30號新增3例後 31號早上再新增2例確診者 一位是五歲男童 因為3月27號與台北案例23063 在燒肉店同桌用餐被隔離 28號一採陰性 30號二次採檢 由陰轉陽 CT值偏低只有14.1 南投就讀新竹某幼兒園 衛生局緊急匡列145人 幼兒園也停課10天 另一例為護理師 因為曾到台中參加喜宴 接觸案23277 30號被匡列採檢陽性 已經打滿3劑疫苗 CT值15.4 共匡列50人採檢 還有一例目前在新竹 關西營區206旅當兵的新北案例 CT值24 由於206旅剛辦理完14天 史上最硬叫招 不少幹部和士官兵 正在輪流休假 針對該類士兵 是否為收假之後才確診 軍方表示目前確診士兵 已經在醫院隔離 30號起 軍方已經針對營區相關接觸士兵 進行擴大隔離採檢 方度疫情擴散 新竹30號新增的三例確診者 是大潭工廠移工宿舍群聚的延伸案例 其中案23262是40多歲的女性 另外兩例案23263和23188 是他的兒女 新竹市府昨天緊急採檢 兩千一百八十七人 包含學校師生補習班 還有餐廳等場所的接觸者 衛生局上午表示 採驗結果出爐所有人皆為陰性 家庭案的爸爸採檢也為陰性 目前案23263的國小會持續停課到4月10號 被匡列居家隔離的162人會持續隔離 後續也會進行二次採檢 記者何鋒謙葉宇娜新竹報導 要輕鬆擁有五星級的享受呢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它可以拌麵拌飯 然後呢 你燙青菜加一條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條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購買